有一个人用一只鸡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世界 他一生中经历了1009次的失败 但他却说一次成功就够了 先来快速看看他的人生前40岁是过得多么的可怜 真的是感慨是不是上帝在特意捉弄他 5岁时,他的父亲突然病逝,没有留下任何财产 母亲外出工作,年幼了他在家照顾弟妹 并学会自己做饭和20道菜羊 12岁时,母亲改嫁,继父对他十分严厉 常在母亲外出时痛打他 14岁时,他错学离校,开始了流浪生活 16岁,他谎报年龄参加了远征军 银行行途中运转厉害,被提前遣送回乡 18岁,他娶了个妻子,但只过了几个月 妻子就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逃回娘家去了 20岁时,他当电工,开轮渡 后来又当铁路工人,没有一样工作是顺利的 30岁时,他在保险公司从事退销工作 后来因为奖金问题,与老板闹翻而辞职 31岁时,他自学法律,并在朋友的股东下干起了律师行业 一次审案时,竟在法庭上与当事人大打出手起来 32岁时,他失业了,生活非常困难 35岁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当他开车路过一座大桥时 大桥的钢绳断裂,他连人带车跌到河中 身受重伤,无法再干轮胎推销员的工作 40岁时,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加油站 因挂广告牌把竞争对手打伤,引来一场纠纷 而这个加油站,就是位于肯达基州 阴差阳错下,在他在加油站前面开始卖家常菜吸引顾客时 发明了人人都爱的炸鸡配方 从而开始肯德基的炸鸡帝国 但是,他成功也是74岁的事情了 其中34年的过程,真的是苦不堪言 他说,成功不是不失败,而是不停地站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失败了74年的肯德基爷爷 是怎么不怕输的逆转人生 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一个让你看到金钱真相的频道 对了,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免费 获得由智慧长书送出的电子书 桑德斯上校 记得看到最后哦,我们马上开始 40岁的时候 肯德基爷爷,桑德斯来到肯达基州 开了一家可兵加油站 因为来访加油的客人很多 看到这些长途巴士的人机场碌碌的样子 桑德斯有了一个念头 为什么我不顺便做点方便食品 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呢 想到就做 他就在加油站的小厨房里 做了点日常饭菜 招揽客人 在此期间 桑德斯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食品 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 肯德基炸鸡的雏形 由于味道鲜美 口味独特 很快炸鸡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客人们交头称赞 甚至有的人来不是为了加油 而是为了是可兵加油站的炸鸡 所以他一开始也不知道 什么是畅销产品 也是在不断尝试中找到了大家都喜欢的产品 所以别害怕尝试新东西 就是这一次尝试的炸鸡 让他的肯德基快餐帝国开始萌芽了 现在炸鸡的名声反而超出了加油站 由于顾客越来越多 加油站已经容不下了 桑德斯就在马路对面开了一家桑德斯餐厅 赚赢他的拿手好戏 杂鸡 桑德斯投资扩建了 可容纳142人的大餐厅 这样 他就创建了一个初级的炸鸡市场 以后的几年 他边经营 边研究炸鸡的特殊配料 发明了含11种药草和香料 使扎成的鸡表皮形成了一层薄薄的 几乎未烘透的壳 鸡肉湿润而鲜美 至今 这种配料配方还在使用 但调料已增至40种 而这就是肯德基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正如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 到了1935年 桑德斯的炸鸡以文明侠额 肯德基州长 卢比拉丰 为了感谢他对该州影师所做的特殊贡献 正式向他颁发了肯德基州上校关接 所以人人都叫他 亲爱的桑德斯上校 直到现在 看似日子越来越好了 但是他的倒霉运还没结束 真正的挑战才正式开始 打插一下 由于小民们的热烈询问和支持 我们现已开通频道会员 黄金人卖圈 而这是专为全球有梦想的青年打造的家 我们要郑重谢谢以下刚加入的侠迷们 希望有更多的侠迷加入我们 可以一起交流学习进步 若想要加入会员的侠迷们 可以点击以下资讯栏链接 谢谢 随着炸鸡餐厅的名声越来越大 客人越来越多 要为那么多的顾客很快的炸好鸡 端上桌 是最困难的事 1939年 桑德斯买了一个压力锅 他做了各项有关烹煮时间 压力和加油的实验后 终于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炸鸡方法 这个在压力下所炸出来的炸鸡 是他所尝试最美味的炸鸡 至今肯德基的炸鸡 任维持这项使用压力锅的妙方 现在炸好一只鸡 仅仅用了15分钟 时间短 味道好的炸鸡 顿时成为当时大家讨论的热点 时刻变多了 即便在二战时期 桑德斯的经营依然火红 可是二战的爆发 给了他一次小小的打击 战争期间实行汽油配给 他的加油站关门了 从此桑德斯专心经营自己的饭店 然而外界的变化 再一次威胁到他的安稳生活 1950年 也就是肯德基也也60岁那年 他再次面临挑战 那年 新建了一条高速公路 原本处于两条公路之间的餐厅 被残忍绕过 也就是原本处于王金地段 现在被打入偏眼位置 他真的是苦不堪言 这对桑德斯是个巨大的打击 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 他的雄心和热情 一下子降到了病点 他不得不变卖资产以偿还债务 所得的款项 只相当于公路通车前的总资产的一半 为了偿还债务 连他的银行存款也用光了 一下子 这位希勒受人尊敬的上校 从人人尊敬的富翁 变成了一个一文不胜的穷人 这时的桑德斯已经66岁了 所能依靠的 只是自己每个月105美元的救济金 而且他的第二任妻子 也忍受不了他一直失败 也和他离婚了 但是桑德斯并不想就此了却自己的一生 已经66岁的他 还依然想着逆袭 那年他决定贩卖自己香料配方的所有权 就是现在的家门店的概念 桑德斯明思苦想 该怎么做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他拥有最大价值的东西 就是炸鸡了 这是一笔巨大的五星资产 突然 他想起曾经把炸鸡香料配方 卖给犹他州的一个饭店老板 这个老板每卖一只鸡 就付给他五美分 困境之中的桑德斯想 没准这就是事业的新起点 餐厅没卖出一只炸鸡 需要支付4%的专利费给他 没错 这就是最初家门的概念 就这样 桑德斯上校开始了自己第二次的创业 他带着一只压力锅 一个50磅的佐料桶 开着他的老福特上路了 身穿熟悉的白色西装 打着黑色蝴蝶结 靠着105美金的福利 支付汽油费和旅费 自己开车到每个周 他停在每一家的饭店门口掩饰炸鸡 推销特许全生意 为了省钱 很多夜里他睡在车里 早上到加油服务站的厕所里洗刷刮胡子 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他 桑德斯的宣传工作做得很艰难 整整两年 他被拒绝了1009次 终于在第10010次走进一个饭店时 得到了一句好怕的回答 有了一个人 就会有第二个人 在桑德斯的坚持下 他的想法终于被越来越多人接受了 沿湖城第一家被授权经营的 肯德基餐厅建立了 这便是世界上餐饮家门特许经营的开始 紧接着 让更多人惊讶的是 桑德斯的业务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短短5年内 他在美国及加拿大已发展了400家的连锁店 为此他建起了学校 让这些家门的餐厅老板 到肯德基来学习 怎样经营特许杂技店 最后在1962年 年过70的桑德斯上校 申请到了他秘密炸鸡香料 和制造过程的专利权 并且注册《笋子回味》 作为他专属的广告词 1964年 有一个投资集团被桑德斯的事业深深打动 他们想用200万美元来购买该项事业 在当时这是比不小的数额了 虽然心中极为不舍 但考虑到自己已经74岁了 桑德斯还是同意卖了肯德基 把接下来的事业交给下一代去做 1966年 肯德基正式上市 1971年 肯德基在全球已经有了 3500家自营和特许经营店 多次转手后 最后在1986年 肯德基被百事可乐以8.4亿美金收购 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在肯德基里面 喝不到可口可乐的原因 在大家眼中 退休和桑德斯总该好好歇歇了 但是这个永不知疲倦的老人 又开始了另一项工作 桑德斯可以说为了肯德基付出了必生的心血和努力 就在他以90岁高龄离世前不久 每年还要做长达25万英里的旅行 自助推销肯德基杂鸡 自从在电视上路边之后 他的打扮已经成为了肯德基独一无二的注册商标 人们已看到他 就会自然想起桑德斯上线的传奇经历 而他永远笑苛苛的样子 为止桑德斯经常开玩笑说 我的微笑就是最好的商标 虽然他出售了全部专有权 但考虑到他的巨大声誉 这些新主人专门付给桑德斯一笔终身工资 请他继续担任肯德基杂鸡的发言人 广泛进行宣传 他的年龄及财富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工作的热忱 他仍然自知不倦地经营他的事业 当人们为他为什么还那样勤奋地工作时 桑德斯回答说 工作,比什么维他命,营养品都延长生命 如果我因懒散而生锈过 我会下地狱的 1980年,因为白血病 桑德斯上校不幸离世 享年90岁 他的遗体曾安放在周一会受人们赞养 炸鸡配料虽然越来越多 但永远都是那个最经典的 使一种原料基础之上而形成的 当然,他的形象也永远都是那个 一身白色西装,满头白发 戴着黑矿眼镜 永远笑眉眉的桑德斯上校 肯德基爷爷头40年和很多人一样 没有目标,一直转换工作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不曾满足于现状 也不甘于平凡 他直到40岁才开始创业 62岁才卖出第一个特取经营权 75岁卖掉了公司后才成名 他用了75年才成功 成功之前全部都是失败 肯德基爷爷的创业之路 跟很多小企业组差不多 一个想法借一个想法的挣扎 直到成功 肯德基爷爷说过 我们应该记住 失败是走向好事情的垫脚石 对于他来说 不放弃,努力工作 永远相信成功在转脚 等着自己是成功的关键 对于肯德基爷爷不断失败 又不断站起来 从而成功逆转人生的四个态度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点赞让我们知道哦 对了,如果你想免费 或者这本有智慧长书送出的 价值9.9美金的 桑德斯上校的电子书 在你留言和订阅我后 去私讯我的IG 我的团队就在就短的时间内发给你了 而这项优惠只开放给前十名的粉丝 先道先得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这里是赵雨霞 订阅我 让你迅速看到更多金钱真相 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 Bye